今天是4月16日,復活節,聖周二星期五 今天教會禮儀的讀經是中途大使律第五章 是關於加瑪里爾的法利塞人的首領,勸法利塞人不要對百多六、中途太激烈的行動 而《若望福音》是說不名異語的 今天我比較吸引的是這位猶太人加瑪里爾 比較冷靜地對經師、師祭長作出勸語 他們想因為針對中途來宣講耶穌復活 所以就要圍剿他們,要拘捕百多六、甚至乎要戒害他們 不過這位加瑪里爾對他來說要冷靜地 因為他提出這個計劃是由人而來的話,就必會消散 但是如果從天主來的,你們不但不能消滅他們 恐怕你們反而成為與天主作對的人 他這番說話對於猶太人是很有用的 猶太人聽到這句話,就真的害怕 恐怕如果成為與天主作對的人 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所以他們都是對天主虔勁的人 不過他們分不到的困難 他們分不到這些是天主的聲音 或者是人的聲音 所以他們放過了宗徒 所以這對我有一種很吸引 就是原來我們的關鍵就是 我們怎樣去分辨到究竟是什麽來自人 什麽來自天主 如果我們知道真是來自天主 我們的態度是很不同的 甚至乎我們整個生命都會轉向 所以今天紀念的聖人都很有意思 今天紀念的聖人就是聖女 聖女 以納德 聖Bernadette 她是一位十四 一個女孩子 她很年輕就死 35歲就死 不過她在十四歲那年 1858年的時間 奴得聖母 聖母顯現給她 有個山洞顯現給她 聖母不知為何 獨獨顯現給三個木童 三個女童 她是其中一個 我也不知為何會聖母選擇顯現給她 不過 當她知道這是聖母顯現的時間 她的生活都改變了 她要入修院 她知道這是來自天主的聲音 她一生的生活都改變了 她入修院 雖然她的身體很差 很受弱 所以她很早就死了 不過看到她是整個生命都奉獻了給天主 這裡給我第一種很大的吸引就是 如果我們真是有這份這樣的恩典 真是天主 耶穌好 聖母好 聖母顯現 真是有這個個人的接觸的話 我們很有福 我們的生命完全都會改變 就好像耶穌親自碰觸百多禄 用眼神去原諒百多禄 三次去問百多禄 你愛我媽 耶穌親自碰觸這個多脈 多脈不信 叫她摸過她的勒旁 多脈也有一個很好的經驗 從此她都改變了 或者那兩個門徒 耶穌親自顯現給她 她就完全改變自己的生命 從離開耶路撒冷到回去耶路撒冷 另外很多例子 耶穌親自顯現給寶禄 寶禄本來是迫害耶穌的門徒 不過耶穌在馬上被雷擊中她 讓她跌落她的馬 讓她盲了幾天 這份親自碰觸的經歷 他們有這份經驗之後 他們就會完全改變 當然我們未必每個人都有這份 從主親自觸碰的經驗 但如果有的話 我們親自知道 這是來自天主 我們會改變 我們會歸依 不單只歸依 而且我們一生都會為天主效力 所以我們是 是要 是要怎樣呢 不過這是天主選擇 我們不能很選擇 我們自己 為何天主不顯現 親自顯現給我呢 天主沒有辦法去 好像耶穌沒有辦法去 醫治所有的人 只不過他做了一個示範 選擇 選擇了一些人 等於耶穌選了十二個鐘頭 為何耶穌選 他又不選擇其他人 這就是天主的選擇 我 我是有什麼角色 天主 但天主給了很多啟示給我們 耶穌也這麼說 你們 你碰到我 看見我而相信的 就未必是有福的 不過 未能夠看見我而相信的 才是有福 我們怎樣能夠成為 真是有福的人呢 耶穌給我們的啟示經很足夠 我們可以信不信 我們怎樣從我們的人性經驗 從我們的經驗之中 在我們的關係之中 從我們的生命史之中 各種聖神的那種臨在之中 我怎樣感受到這種是主的臨在 在我的生命中和我聊天 我怎樣知道這些是來自天主的說話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要努力的地方 天主已經給了啟示我們 我們怎樣去選擇自己的生命 怎樣去就著天主已經顯現了給我們的 一些生命的足跡 我們去 我們在這些經驗那裡感受到主的臨在 感受到這些是主在我身上的計劃 而我能夠為這個計劃天主的旨意作出一些配合 這個是今天我一種 在祈禱之中的一種反省 就是覺得我們是要掌握 天主給我們各種的恩典 另外今天也想小提及的 跟那個都是奇蹟 就是《約望福音》提過 今天是五餅魚的奇蹟 有時候的奇蹟可能未必是這麼針對我們 可能是五千個人 我們可能未必感受得到 因為耶穌顯現給個人 我們就很清楚知道 耶穌都這樣說一些門徒 五餅魚的奇蹟你們看不到嗎 難道你們都不能夠醒悟嗎 為何還這麼遲鈍呢 耶穌都… 我們對奇蹟可能都會有一種陌生 有一種冷漠的 有一種遲鈍的感覺 所以我們的機會影響到了 我想天主給了我們 奇蹟好 生命的痕跡好 其實已經有很多 不過我們 能不能夠擺著這份遲鈍 可以每一天 藉著每天的祈禱 藉著每天我們回顧的關係 回顧一下我的生命的痕跡 發覺到天主在我生命那裡 其實已經是碰觸著我 而根據我所做的事 可以成為與天主合作的人 而不是做一些事與天主作對 所以今天是我的一種分享 總結就是 我們要用懂得正 懂得祈禱 慢慢去回顧一下 天主在我身上所有經歷的種種 在這裡其實找到天主在我身上的足跡 而從而可以我們做一些事與天主一起合作 這樣我們成為有福的人 OK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主要各位 拜拜